接下来我们将会请出一对母女 这对母女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唱歌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母女名歌迷 有请 欢迎 姐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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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来自江西南昌 我是一名小权业老师 我叫张丽红 好 妈妈是音乐老师 对 小权音乐老师 小朋友 大家好 我叫台如墨 今年八岁 我也是来自江西南昌 我是一名小小名歌迷 你才八岁就是名歌迷啊 对啊 你的歌是不是都跟妈妈学的 是自己学的 然后呢 妈妈给我了一些指导 你现在大概会唱多少首名歌啊 差不多有四首五首的样子吧 如墨 好 想唱什么歌 最喜欢什么歌 最喜欢《包乱调》 好 来 我们把舞台教教你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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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妈妈是虎妈 你知道什么叫虎妈吗 知道 就是很严厉的那种妈妈 她有多严厉 太多了 长叹一口气 我这有数据 这位张丽红老师给她的女儿 报了六门课外才一般 虎妈都有一个心愿 不希望孩子输在气泡线上 确实是 六门呢 她在学什么 我算一下 长笛 钢琴 舞蹈 画画 还有 忘了 你开心吗 谁这些 实话实说 反正我的钢琴蛮有兴趣的 还有画画 只对钢琴和其他都不太感兴趣 孩子其实今天在上台前 就跟我讲 她说 妈妈 我有个小小心愿 我只想告诉杨范哥哥 我说你先告诉我吧 她说不行 我只能告诉杨范哥哥 你要跟我说什么 就是 我好想当妈妈的学生啊 你好想当妈妈的学生 对 好 这事我来帮你办 而她妈呀 她好想当你的学生啊 你就答应她吧 因为每次上体育课 自由活动的时候 我就总是趴在 妈妈上课的那个班的窗户前 然后呢 我就在里面偷偷地看 然后呢 我就觉得她上课非常有意思 那么几次在办公室吧 然后我一下课回到办公室 我的学生 因为我今年 教一年级的孩子 然后我的学生 就一窝封全部围过来 不放过她 全部围在我身边 对 她经常说你的孩子 你的学生都不放过你 然后 有那么几次我就看了 我们家女儿看我的眼神 好像有一点小小的 小小的忌妒吧 忌妒就是觉得 哎呦 妈妈你怎么老是对学生 微微笑啊 怎么对学生那么好啊 怎么对我总是这么严厉啊 明白了 你对她很严 但是呢 她在学校里面看见 你在对别的孩子的时候 是非常的 对 确实 所以她希望做你的学生 虽然说 每个家可能都有个 虎妈猫爸 或者是虎爸猫妈 我觉得 我们有家庭 就是 家里有孩子 可能就会 有共同的想法 就希望自己孩子更加优秀 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 在我们这个社会 可能讨论了有十多年了 但是我们仔细想想 其实这个 这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 我认为人生的一个过程是 最重要的是看你的终点线 那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起点慢一点 差一点 但是人生是长跑 几十年呢 所以 现在好像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也是社会的节奏 让爸爸妈妈 总会把一些压力 传到给孩子 但是你想想 她本身也在上学 她的课余时间有六门 这个课外的课程 我们有时候换位思考的话 如果是我们 我们也不愿意 而且你看 我发现她上来已经 她尽管没有拿好 她一直在叹气 所以刚才才提出 那样的一个愿望 我能不能当妈妈的学生 为什么妈妈对学生的时候 都是那样的和颜悦色 一到对自己的女儿的时候 就会那么严厉 对吧 为什么她在家里就变成虎妈了呢 各个想到处 然后她就一扇 所以你希望妈妈多笑一笑 对不对 对 那样还不容易了 我先问你 你们班的女老师 对你好不好 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好 对吧 所以你要懂得一个道理 她回家对她孩子的时候 也这样 有你这样说话的 是的确的 所以她就是着急 希望你更努力 变得更优秀一些 对吧 但是这个方法 我觉得可以再探讨 在方式方法上 可能有时候觉得 有一点坚强 或者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 年轻的父母都在成长的道路上 所以我觉得我虎妈 也会慢慢慢慢以后的 去尊重孩子的意见 好 接下来我们期待着 你和妈妈一起精彩的表演 好吗 好 来 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子总会发光 请转身 Hertz stick here 您的声ice 坐你俩 请升上黄金大虎拍 cools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和霞 小子大虎 女娃娘娘不了天哪 三下棍丝头丝花岁 鸟儿被热闹太阳飞呀 东标儿被倒戏拿掉 为什么天空变成灰色 为什么大地没有绿色 为什么人心不是红色 为什么雪山成了黑色 为什么犀牛没有了桥 为什么大小没有了鸭 为什么山羽没有了鸡 为什么鸟儿没有了翅膀 为什么小嵘没有了鸡 为什么成属没有了鸡 为什么大小没有了� daha 为什么山羽没有了鸡 为什么鸟的鸫 为什么鸟儿没有了翅膀 为什么鲨鱼没有了鸡 为什么鸟儿没有了翅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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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成功 加油 谢谢大家 祝贺母女俩 谢谢 谢谢大家 先来看票数 126票 谢谢大家 祝贺母女俩共同努力 赢得的这枚黄金项链 加油 加油